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回美国了 谷爱玲最新决定引致疑 粉丝痛批 青蛙公主太糊涂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四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谷爱玲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谷爱玲的最近的一些情况 大家也知道那么其实最近的关于谷爱玲的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呢肯定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回到美国去 因为在此前冬奥会结束之后再拿到两块金牌一块银牌的好成绩之后呢 谷爱玲曾经是接受央视采访透露说呢 自己可能在之后要返回美国去上斯坦福大学 因为对他来说19岁的年纪呢是刚好上大学的时候 那么其实普通人这个年纪的话也确实呢正在上大一大二的一个年纪 所以其实对于谷爱玲来说呢 大学可能也确实是他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他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要回去上大学 所以可以说当时啊对于不少粉丝来说呢可能确实有些失落 但是也确实希望呢能够去好好完成了他的学业 一方面的话他的能力本身已经出色了 如果说能够在校园当中呢 去补充人生的一些学业师的话可能之后啊 整个谷爱玲呢能够变成一个更加丰满更加丰富的一些 全面型的人才和选手 所以可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觉得说谷爱玲在中国这边隔离结束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可能就要返回美国了 但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的话 在国外呢已经是有几千个人呢发起一个联合署名了 要求斯坦福大学把谷爱玲给开除 原因是觉得他这次呢代替中国队取得的成绩太好 那么这些国外的极端网友呢看不下去了觉得不公平 所以呢才会发起这个所谓的一些申诉和联合署名 这个抗议啊确实呢看起来是非常的无语也实在是非常的荒谬的 那么谷爱玲呢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呢能够帮助中国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完全呢是他的权利他的自由 那么另外的话他这次考上斯坦福大学呢也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实力 根本就没有靠着谁 所以其实这一次谷爱玲呢能够上斯坦福大学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可能呢这一次也许也就是这一次这些外国网友的一个联合署名呢 可能也是影响到谷爱玲的一个判断了 所以就在最近那么谷爱玲呢也是被爆出了很有可能接下来要进入娱乐圈发展的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就在最近有网友注意到那么在最近的话谷爱玲呢也是接连关注了很多娱乐圈的一些明星 包括杨子啊等等一些顶流 所以呢其实他这个举动的话也被不少人质疑说呢 这次是不是意味着很有可能接下来要进入娱乐圈发展 那么为了自己的一些事业全面开花才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此以前的话其实谷爱玲和这些体这个娱乐圈的明星呢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交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说呢和这些人互相关注或者说有太多的一些交流 而且根据目前娱乐媒体的报道呢还提到说呢 那么目前的话有相关综艺以及一些娱乐节目的话都在接触谷爱玲 所以如果说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合作的话以古爱玲这样的一个模特身材 以及他的颜值呢还真的有可能在中国这边的娱乐圈呢 生根发芽彻底在这边发展 那么这样一来对古爱玲来说好像是一个好事 毕竟的事业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他能够进一步去扩大自己的名气 但是有些粉丝看到古爱玲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后呢 却觉得是非常的不妥 并且呢也痛批说青蛙公主这次真的是太糊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有些粉丝看来其实古爱玲现在的主业还是应该放在运动上面 是他所在滑雪项目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 才能够获得现在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有狗说他之后在娱乐圈发展了影响了他之后的一个成绩 甚至影响了他之后的一个人生规划的话 很有可能之后他随着 他的一个整体的成绩的热度过去之后呢 他的一个名气包括整体的一些流量就会逐步下来 到那个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再次被淘汰 所以其实很多粉丝其实还是希望说 他要么的继续从事相关的项目要么呢可能就回美国那边先去上大学 那么对娱乐圈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可能对他来说以后退一呀 像张继科这样的 再来发展也不迟 毕竟的话 古爱玲现在的只有19岁也不急着说进入娱乐圈发展 说实话我觉得粉丝这番建议和看法呢也确实是对的 那么对于古爱玲来说呢 他现在一身天赋和能力 我们还是更加希望说他能够去上大学 或者说继续代表中国队呢 去参加更多的比赛 拿到更好的成绩 也能够突破他自己的极限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